大家好,这里是蜂牛爱世界 皇帝吃的饭菜叫做御膳 那是由御膳房的专业团队打造的最高标准的伙食 皇帝吃的饭菜不仅色香味俱佳 而且还要用高大上的餐具和专业的伺候团队 皇帝的御膳主要是为了欣赏与享受 吃饱只是其中的目的之一 对于皇宫中的御膳 平常人别说于御膳 有机会品尝了 就是见都没见过 皇帝的伙食标准怎么样呢 在清代皇上吃饭问题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 清朝皇帝每天只吃两顿饭 早上六点至八点之间的用膳被称为早膳 十二点至下午两点之间的用膳被称为晚膳 用膳时间都在两小时以内 除了正餐之外 还有两顿茶点可是一些零食小吃 清朝初期皇帝的御膳 每顿饭有120道菜 通常摆三张大桌 后来因国库紧张而将菜谱减少 120道菜变为64道菜 咸丰皇帝又减去一些菜变为32道菜 清朝日薄熙山 水连听政的慈安太后 再将菜减为24道 慈禧夺揽大全后 又恢复的百道大菜的规矩 每顿饭要用银二百两 我们看一下清朝皇帝每天的伙食标准 根据清宗记载 每日盘肉22斤 汤肉5斤 猪油1斤 羊2只 鸡5只 鸭3只 青菜共19斤 各种萝卜共60个 葱6斤 玉泉酒4两 甜酱和青酱各3斤 醋2斤 随善波波240个 鲜牛奶100斤 玉泉水12罐 乳油1斤 茶叶75包 能吃完吗 肯定不能 皇帝都是怎么用膳的呢 用膳时间一到 前世卫喊传膳 太监将预备好的膳食 从预膳房抬来 并按规定布菜 皇帝在用膳前 带上太监会先在每道菜上 放一块试毒银排 查看颜色 以检验饭菜是否有毒或变质 之后 皇帝若还是不放心 则会叫太监先行品尝 确认无误后再吃 皇帝吃饭有个规矩 就是每菜不过三吃 通俗的讲就是 每道菜不能连吃三口 否则菜要被立即撤下 为什么呢 因为皇上喜欢吃的东西 不能让别人知道 用膳期间 皇帝要是眼睛看了哪个菜 太监就会将菜挪到 皇上勾得到的地方 用羹吃咬尽不叠 皇帝吃过三口 你就会听到太监大喊一声 撤 菜便被撤走 皇帝吃不完的饭菜怎么办 皇帝吃饭基本上是一个人 独自享用 如果没有旨意 任何人不得与皇帝共餐 皇太后及妃嫔们 通常在其宫里用膳 只有在过年时的除夕和初一两天 皇帝才与皇后 贵妃们一起吃饭 年夜饭一般摆在前清宫 皇帝高居宝座前面 下面是妃嫔们的陪宴桌 那么平时每天一百多道菜 皇帝显然吃不完 这些饭菜怎么处理呢 主要有以下途径 赏赐给妃嫔 皇子及大臣们 皇帝在用膳时 除了太监在场 不远处还会站着一群厅赏的人 比如商量事宜的王公大臣及皇子 如果皇帝不想吃 或是心理意识高兴 便会把美食赏赐下去 被赏的人只能在令设的桌子前 站着吃完 估计主要还是吃不完的原因 皇帝赏赐的饭菜 即使你不饿 也得要把它吃完 还有就是皇帝吃饭期间 或者是吃完饭 忽然想起那位妃嫔什么的 就会吩咐太监将饭菜打包赠与妃嫔们 不管是作为王公大臣 还是妃嫔皇子 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饭菜 也算是莫大的荣幸 虽然是名义上是皇帝的圣饭圣菜 皇帝大量的剩余饭菜会被盗卖 其实皇帝的赏赐饭菜只是偶尔的现象 并不是每顿都这样 因此 每天便会产生大量的圣饭圣菜 这都是顶级的厨师团队打造的精品 自然不会轻易盗掉 这些剩余饭菜会被御膳房或者太监 宫女通过特殊的途径到卖出宫 没有人会担心这些剩饭菜没有销路 要知道这些饭菜可是皇上的御膳 能吃上一口都算是没有白活 这个一本万利的生意很是火爆 清朝时已经变成了一个 能养活境外人的成熟的产业链 这样来处理皇帝的剩饭剩菜 就是资源的再利用 远远要强于浪费掉 从太监 宫女到宫外小贩 有家既处理掉了皇帝的剩余饭菜 有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些剩余饭菜一般会被按品项归类 品项好的会被餐馆收走 经过处理便会当作御膳卖掉 其余的就被做成大锅饭 熬成粥便宜出售 总之皇帝用完膳 剩余的饭菜绝对不会被倒掉 处理它的途径很多 通常为赏赐和盗卖 我们在惊叹这些饭菜不会浪费的同时 对皇帝用膳菜肴的丰富也是惊诧不已 这也是封建皇权高高在上的一种表现吧